全油管最快新闻,暴雨侵袭经经济,带来前所未有的救援挑战。 桌州洪灾现场的紫雀救援队成功救援318名受灾人员。 洪灾带来的地形、水流和杂物考验了救援专业技术。 队员们利用冲锋舟进行救援,面对泥浆水中的障碍和伤害, 他们需要准确判断水流方向、发力合理,并依靠丰富的经验化解各种危险。 紫雀救援队的水域救援能力得到充分发挥,驾传经验成为关键优势。 在救灾现场,专业救援与互帮互助形成鲜明对比,让人唏嘘不已。 暴雨洪灾下的救援工作仍在继续,希望受灾地区能早日恢复正常。 订阅新闻急速地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